基本上這個專案 宣佈的非常的 相對的倉促 相對的倉促 那基本上現在有要用造冊 那然後再來篩檢 那當然對於沒有造到 冊的 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其實這個篩檢 我還是認為說 只要在這個區域裡面 他覺得自己有症狀或曾經有什麼樣的 那盡量趕快來篩 那可以在 我們這邊可以請他參考有一些醫院的一個 流程 那直接可以在 現場就來 用身分證來報到 然後就直接 可以再透過資訊系統取得我們這barcode 那然後就免掉這個造冊的方式 那我們會跟臺北市這邊再來談